Jestile,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造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庄玛。 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向东南亚上座部三家传授佛法。 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印度可以为宗教和谐做出重大贡献。 达赖喇嘛尊者接见印度教全国志愿服务组织主席莫汉·巴格瓦特。 西藏拾取巴洛斯僧人丹增达起,在关押一年半后仍下落不明。 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欢迎新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乌兹拉·泽雅。 印度国会各党派西藏论坛重新启动, 驻俄罗斯代表戴洛仁波切访问蒙古共和国。 驻比利时代表扎西平措会见台湾驻巴黎大使吴志忠。 驻北美代表郎杰取诸,呼吁藏人积极参与藏人志愿宣传小组。 第二届欧洲藏人社区年度大会圆满结束。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因印尼、马来西亚、缅甸、斯里兰卡和泰国等上座部三家成员之启请, 西藏精神领袖达莱朗旺尊者于上周五12月17号开始为期两天, 在印北达兰萨拉的秦宫, 透过网络视讯向东南亚及世界各国的信众讲授大念处经等佛法课程。 达莱朗旺尊者在向东南亚上座部三家和信众发表讲话时, 强调了在人们对佛教越来越感兴趣的时候发扬佛陀教义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因印度管理研究所的启请, 达莱朗旺尊者于本周四12月23号, 透过网络视讯向印度管理研究所罗赫塔克分校的学生, 发表《卑质面对挑战》为题的简短演讲。 达莱朗旺尊者在谈到以慈悲和智慧面对挑战时说, 印度是他过去几十年的家, 他对印度宗教领袖保持一千多年的非暴力传统留下了深刻印象。 尊者还强调, 印度是世界上所有主流宗教传统和谐共处的国家, 因此,印度可以为世界各国的宗教间和谐做出重大贡献。 另外,达莱朗旺尊者于本周一12月20号, 在印北达兰萨拉的秦宫, 接见了印度教全国志愿服务组织主席 穆罕·巴格瓦特博士等镇要。 在印北西马歇尔邦·刚格拉县境内展开为期五天访问行程的 印度教全国志愿服务组织主席穆罕·巴格瓦特博士, 在该组织高级领导人英德雷士·库马尔先生的配同下, 觐见了达莱朗旺尊者。 在觐见结束后来访的印度教全国志愿服务组织的领导人, 受到了藏人行政中央、 私政编霸次人和各部门部长, 以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布·索南丹培和常务委员的欢迎。 该组织高级领导人英德雷士·库马尔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 达莱朗旺尊者告诉他们, 印度是宗教和谐的典范, 印度应该让世界了解这一优良的传统。 他还强调, 印度教全国志愿服务组织主席穆罕·巴格瓦特博士 也表达了印度对西藏的支持。 此外, 在2020年9月遭中共当局任意拘留的西藏石曲县巴洛斯僧人丹森达吉, 在关押近一年半后仍无法获悉他的下落和身体健康状况。 据可靠消息来源指出, 中共统治下的甘兹州石曲县警方 于2020年9月拘捕了该县巴洛斯的僧人丹森达吉 与另一名身份不明的僧人, 当局指控他们拒绝庆祝所谓的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活动, 随后他们被单独关押在石曲县看守所。 综合媒体消息, 中共军警在丹森达吉的手机上发现 多张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法相和其他敏感政治材料, 其他几名僧人也可能和他一起被逮捕。 中国政府近年来在西藏各地展开的消除达赖喇嘛尊者影响力的运动 和对藏人的镇压力度正在激增。 而僧人丹森达吉是众多被中国政府单独监禁和强迫失踪藏人中的最新一起案例。 另外,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于本周一12月20号, 根据2002年颁布的西藏政策法制规定, 任命主管民事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国务次卿乌兹拉泽雅女士, 兼任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在文序后相续致喊祝贺乌兹拉泽雅女士 被任命为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达赖喇嘛尊者在贺涵中指出, 希望乌兹拉泽雅女士能够为改善西藏人民的现状方面做出重大贡献, 并表示期待着与她会面, 并就能够从她的支持和倡议中受益的问题交换意见。 藏人行政中央次政编巴次人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囊丹培, 也代表世界各地的藏人相续致喊国务次卿乌兹拉泽雅女士表达祝贺。 在12月21号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司政编巴次人向乌兹拉泽雅女士表达了诚挚的祝贺, 并感谢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的任命决定。 他还强调非常期待与乌兹拉泽雅女士共同努力, 推动西藏人权状况取得实质性进展, 以及通过中间道路政策解决藏中冲突。 在被任命为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后, 国务次卿乌兹拉泽雅女士于本周三与藏人行政中央 驻北美办事处的代表, 郎杰取诸博士进行了首次会晤。 与此同时, 经过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多日来的积极游说, 印度国会各党派西藏论坛已成功重新启动。 印度国会联邦院奥里萨邦的议员苏吉特·库尔玛 被任命为该论坛的召集人。 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 于本周三12月22日在德里举行的官方晚宴上, 感谢印度国会议员们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 多名印度国会各党派的议员和部长, 以及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等政要出席了活动。 有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瑟达次臣, 格西拉让巴、果物洛桑班登, 拉加日拦截桌嘎, 格西阿同人情奸餐和取摘家座组成的 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 从本月14日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 展开为期10天的访问及宣传西藏活动。 期间会见了38名印度政要, 其中包括各部门的部长、 印度国会人民院和联邦院各党派的议员, 以及西藏事业核心小组全国召集人等政要。 另外, 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办事处代表戴洛仁波切, 于12月13日至23日访问了蒙古共和国。 在访问期间, 戴洛仁波切代表达莱喇嘛尊哲和藏人行政中央, 向新上任的蒙古佛教领袖, 门诺汉堪布喇嘛表达了祝贺。 代表戴洛仁波切还在乌兰巴托会见了印度驻蒙古国大使辛格先生。 戴洛仁波切还与居住在蒙古的30多名僧俗藏人召开会议, 讨论了在蒙古建立藏人协会的问题。 此外, 藏人行政中央驻比利时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先生, 于本周一12月20日在巴黎会见了台湾驻法国大使吴志忠先生。 吴志忠大使在欢迎代表扎西平措和驻巴黎联络处协调员朗杰桑先生后, 回顾了目前中国周边地区的严峻气氛, 以及他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和威胁, 所做的外交努力。 与此同时, 美国华盛顿特区的藏人社区在上周六12月18号, 举办了庆祝达黎朗默尔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2周年的活动。 主要嘉宾驻北美办事处代表郎杰取诸博士, 呼吁北美藏人民众, 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藏人, 积极参与到藏人志愿宣传西藏小组的运动中, 为解决藏中冲突作出贡献。 代表郎杰取诸博士还于12月11日出席了由纽约和新泽西州藏人协会举办的 达黎朗默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2周年庆祝活动。 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 由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 在法国巴黎的若巴中心举行的第二届欧洲藏人社区年度大会, 与上周日12月19号圆满结束, 并通过两项决议。 为期两天的会议主要讨论了加强在欧洲的宣传西藏运动, 以及支持藏人行政中央在各国开展的项目和倡议方面的合作。 成员们还讨论了反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相关行动, 来自奥地利、比利市、捷克、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波兰、西班牙 以及瑞士和劣质敦士等藏人社区的26名主席、副主席和执行委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出席了会议。 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播内容, 与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陆屏幕下方的网址。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了,我们下期节目的见。 感谢观看